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圣地国度神域卡 女神力量神域卡 彩虹卡还有刺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食物图案 第一选项是玉米 而第二选项是花生 最后第三选项是鸡蛋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被哪个选项的图案吸引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请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猜的主题是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此刻他想对你说 他想说什么 抽身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只是此刻想对你说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他此刻想对你说什么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呢 他有认真在保护这一份感情哦 自从跟你确认关系跟你在一起 他并没有让其他的异性 跟他太密切地来往的 他觉得有太多的巧合 他认为上天 就是安排了这份感情哦 对你是满满热情 他很乐观地 看待你们的未来 好想懂你更多 希望你可以给他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此刻想对你说什么呢 从先里主题牌卡来看 他真的很认真 看待这一份感情哦 他有为你跟其他异性保持距离 为了不想你误解他 不想你不安 他觉得你们是正缘哦 是上天安排的一个美好的缘分 有很多的巧合把你们拉在一起 他现在很积极 乐观地看待这份情 并且呢 很想抓紧机会 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他认为他不够懂你哦 你是一个好有神秘感的人 他希望你给个机会 让他多一点的认识你可以吗 看塔罗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此刻就有个人想对你说什么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感谢你的到来 你照亮了他黑暗的世界 找到希望 他现在好想追求你 好想好好地把你留在身边 不知你对他是否满意呢 他是否足够好呢 你拯救了他 你把他的心中的伤都 疗愈好治愈好了 也许你不知道 在他心中你是很有吸引力 很有魅力的人 你太优秀了 所以他可能会把你抓得更紧哦 会问你好多问题 为的就是想更懂你 希望你消消气哦 若他有做了什么令你生气的事情 希望你消消气 不要生气他 他会努力 努力的 变成更令你满意的样子 因为他希望将来可以跟你生活 跟你组织家庭 成为一家人 你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也希望你也能够爱上他 给选到第一组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呢 他感恩有你哦 感谢你的到来 令他相信 人间有爱 更有希望的看待未来哦 你是他天空那闪耀的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由于你太优秀 太美好了 所以呢 他就是 在不知不觉中 对你转控 那个管控欲 会变得比较强一点 可能会问你好多的问题 令你反感 希望你消消气 不要生他的气 他会好好地对你哦 他会试着调整他自己 成为一个更懂浪漫 更懂得柔情蜜意的人 去带给你快乐幸福 他好想知道他是否足够好呢 他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他希望可以成为更令你满意的样子 他会努力哦 他会用他所有用尽 他所有的努力 去取悦你 讨好你 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跟他成为一家人 一起生活 你拯救了他 你把他心中的伤都治愈好了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哦 你就是那么有魅力 就是那么有吸引力 你就是轻而易举地 把他的心偷走了 不知道 你的心在哪里呢 是否也能够给他呢 看资格什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格 他有什么话想说 感谢你 就是给他自由能够做他自己 之所以退缩了 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做什么 现在的他有一点不知所措 他决定了 一定要克服一切障碍 让你们感情有个结果 有个好的结果 过去他就是知道 即将失去你 但没有积极努力地 争取把你留住 他现在很遗憾后悔 现在要向前进 实在有太多障碍阻碍 他最喜欢的 就是能够跟你说上话的 每一天 哪怕只是五分钟 说上话 就足以带给他笑容 快乐一整天 别逼他来爱你了 他会逃跑 就让你先顺其自然一点 他们经常会 重复地看你给过他的 你发布给他的简讯 看了自己会傻笑起来 他一定会回来的 为你回到你身边 给选到第一主 一只卡来看他说 感恩有你 感谢你 感谢你 让他自由地能够做他自己 然后鼓励他 并且给他信心 他之所以现在会退缩 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做什么 给他一点时间 总而言之他还会放弃 他很执意地想要 你们感情有个好的结果 曾经的他就是懦弱 明知道即将失去你 却把你 却没有去把你留住 不知道现在 想再争取你 会太迟吗 面前有好多的阻碍 就给他一点时间 别逼他 你逼他 他反而会逃跑 会更加的退缩 他最喜欢的 就是能够跟你说上话 一天以内 哪怕只是说五分钟 都足以令他 开心一整天 他经常会重复地 看你发过给他的简讯 然后自己撒笑起来 他真的无法放弃这份情 他还想再争取的 请你等他 他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看彩虹牌卡 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即使在工作中 我也准备好 与更高的自我接触 在任何情况 包括在工作的时候 可以更高我接触 我对体内 那不可思议的能力 感到赞叹 要欣赏哦 自己的这个宇宙创造的这个肉体 它是有能力疗伤的 任何伤都会好起来 要保持正面 上场总是帮助我 以我预期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方式 它帮助你的 宇宙帮助我们的方式 不一定是在我们预判的 那个样子哦 所以也要感到感恩哦 就是自己是安全的 是被爱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帮你参考 抽三张 可以选到第一组 有什么建议呢 弄清楚你的 你爱的是谁 然后全心投入的 去爱 会好起来的一切的伤 都会过去的 变得柔顺一点哦 可以任何情况 你都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可以选到第一组 给予你的建议就是 一心一意的爱上 去对一个人好哦 认定了 那么就不业三心两意了 一切的伤都会好起来的 然后柔顺一点哦 不要硬拼硬哦 接着我们抽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保健师从哦 拿出你的理智 你的理性哦 与对方好好的 良心沟通 就是论事哦 把情绪暂时放一边 若要解决问题 好好地谈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呢 祝你保持乐观开朗 给对方发展一份 健康平衡 平衡的感情哦 也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文的主题是 此刻他想对你说 想说什么呢 说声音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只是此刻想对你说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此刻想对你说什么 好了 以主题排卡来看 他现在更清楚明白 知道了 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他把你认准为他最大的追求哦 不肯放弃 对你完全专一 不考虑其他的对象了 感恩有你哦 是你分复了他的生命 他很想为这份感情庆祝一番 为你们的认识庆祝一番 感谢你把他的生命变得像梦境般那么美好哦 可以选到第二组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 首先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对你是认真的 他终于清楚明白你的重要性 他有把你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哦 对你完全专一 他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他好想为这份感情庆祝哦 很感恩能够遇见你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的生命像梦境般那么的美好 像童话故事那么的美好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若爱上你是错误 那么他想继续的错下去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呢 他离不开你了 就刚刚说的 若爱上你是错的 他就继续错下去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哦 若无法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就变得不完整了 他早就想对你说这些话 至于你能够把他的忧愁带走 在他眼里你是很有理智的 你是很聪明的人 你近乎完美哦 你有脑 而且经常也很好 他想向你学习哦 请你多多指教 他知道他不够好 不够完美 他会学习成为更配得上你的人 很喜欢跟你说话 跟你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他已经认定你了 无论多艰难 多挑战 他都不肯放弃的一个目标 只有你在身边 他才会觉得 他的人生是完整的 所以也无法改变 他的这个决定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 此刻他想对你说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已经痴迷到不行哦 若爱上你是错误 那么他想继续的错下去 也不肯放弃你哦 他知道他不够好 他会好好地学习 成为更配得上你的人 请你不要离开他 很多话想告诉你哦 一直找不到机会 从而言之的想表达的是 在你的身边 他才是最快乐的自己 喜欢跟你说话哦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而且你也很心地善良 你们有很多聊得来的话题 只要跟你说上话 他所有的压力烦恼都忘记了 他把你看成是 他最大的追求哦 多艰难多挑战 他都不肯放弃的一个追求 在你的身边 他才会觉得自己是完整的 他已经坚决地做了这个决定哦 所以也无法改变 他对你的这一份决心 看字卡怎么说给全道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碰一碰他 给他好特别的感觉 还有其他人都做不到 他深深地被你吸引 对你上瘾了 你变得好陌生哦 你比起过去还要更有吸引力了 他对这份感情认真的 不是当儿戏的 你对他的情感还在吗 还是放弃他了呢 很喜欢你那像小孩的能量 活泼开朗的一面 请你告诉他 他要怎么做 你才会感受到他的爱呢 他不太确定 自己是否配拥有你的爱 好想要给你知道 他是多么的珍惜你 多么的重视你 给选到第二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跟他联系 或者他跟你接触了之后 就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感觉哦 他完全对你上瘾的 一天不见就好像分开了三年哦 你比起过去还要更有吸引力的 变得好陌生哦 你是谁呢 他觉得你好像更有魅力了 他并没有把这份爱当儿戏的 他是认真的 你对他的情感还在吗 还是你已经放弃他了呢 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配拥有你的爱哦 所以他对说了 很想你指点一下 你要他怎么做 你才会觉得他是爱你的 你才会感受到他的爱呢 你喜欢怎样被爱呢 很喜欢你哦 尤其是你那活泼开朗的那一面 很想给你知道 他是很珍惜你的 他真的很重视你哦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给选到第二属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 每天早晨我醒来 都喜悦的期待 这一天会带给我的礼物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都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让感觉适度宣泄 从中学习 然后继续前进 让自己的感觉可以适度的去宣泄 不要压抑下去 不要逃避 我肯定我自己 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有把握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属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给选到第二属 有什么建议呢 积极阳光的一面 多一点的笑容 拿出你的热情 你的创造力会引来突破 面对真相哦 你也许可以变得了全世界 但骗不了自己哦 所以真诚的对自己的心 最后我们抽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属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全张9的牌卡 这个斑马在冒冷汗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哦 似乎遇到了一些它负担不起的责任 或者是同一时间好多事情需要应付 它应付不来的 所以可以选到第二属呢 不要慌不要急哦 耐心一点 去好好一步一步来哦 然后全张9通常代表着是意志力 不肯放弃的精神 但是如果自己承受不住的 死死抓着也不是办法哦 所以就适度的去给别人帮助你 分担一些责任 然后若你觉得很压力 可以找个人去帮助你哦 不用什么都自己来面对的 也可以给对方知道你的难处 不要因为面子问题 什么都不说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二属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幸福 跟对方甜甜蜜蜜的 过好每一天 充满愉悦开心喜乐的心 过好每一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家伙伴来的主题是 此刻他想对你说 想说什么呢 收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这一个人他只是此刻想对你说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他此刻想对你说什么呢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对你死不了心哦 他忘不了你 好想跟你 从归就好 你在他心里 有一个稳固的位置了 虽然他好像 默默关心的样子 但他真的有把你放在心上的 他已经就是 痴迷的爱着你哦 离不开你哦 他练着你的好 他练着你的爱 你的美色 这个人每天都祈祷 希望着奇迹般的事情可以发生 希望贵人可以帮助你们拉红线 给选到第三组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呢 他说他对你死不了心哦 他忘不了你 我们是否可以再给彼此机会呢 别看他好像没有很在乎你的样子 但其实他真的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在他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稳固的位置哦 对你已经痴迷到不行了 他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跟你分开的日子 他过得不好 他每天都在求神拜佛 祈祷着天使的帮助 希望奇迹般的事情可以发生 去帮你们拉红线 看塔罗怎么说 也全到第三组 这个人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呢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他知道他不够好 他也想向你认错 他低头向你认错 他知道他不好 他错了 请你别因为这样子放弃他 不要他可以吗 他把你看成是要走的长久的结婚对象的 他没有想过会跟你分开 若能够把你留住 要他付出多大的努力 他都愿意 他答应你 他接着会花更多的心思努力在你身上 给你更多陪伴时间 请你就是给他机会可以吗 他无法爱上别人 他在耐心的等着你能够蹊跷 回到他的身边 大家发展一份认真长久的感情 他虽然一副冷冰冰默不在乎的样子 请你别相信表象 他的心对你火热的 请你指教一下 你要他怎么做呢 他真的不想失去你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度日如年 他心如刀割 给选道理三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此刻他想对你说什么呢 他想向你低头认错 他知错了 他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坚决的跟他分开的 我们可以再给彼此机会吗 再重归就好可以吗 他无法放弃这份情 他忘不了你 他曾经就是把你当成结婚对象的 他要跟你走得长久的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他也不明白 他耐心着 耐心等着你能够弃笑 然后再给他机会 他无法爱上别人 无法接受别人的爱 让我们重新开始发展一份 稳固长久的认真的感情可以吗 只要能够有方法把你留住的话 他会充满力量 克服任何障碍困难 请你多多指教一下 他可以做些什么去把你留下来呢 别看到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可能你会误以为他默不关心默不在乎 但其实他是心中会很火热对着你 关于你的事情 他都有一直在关注 一直想要打听 他答应你接着 他会花更多的心思时间在你身上的 不会再辜负你 他现在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没有你的日子 他度日如年 他心如带刀割 康斯卡怎么刷给选刀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看事情的角度 非常的清新 他早就意识到了自己心中对你的爱 但他一直逃避 他不知怎么应对 为了把你留住 你要他怎么样都行 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这个喜悦的感觉呢 是更高的 他知道他自己可能达不到你的一些要求 但你们真的有缘分 他真的可以感应到你的一切 觉得你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过去他曾经逃避 面对这份感情 因为当时的他 害怕受伤 他真的很在乎你哦 如果你能够在他的身边 那该有多好呢 你只需要 他只需要你的爱 就可以变得完整了 你就是那么重要 给选道理三主义 这个来看 他说呢 他很欣赏你看事情的角度 是一个非常令他可以有心的想法 就改变他看事情的角度 他早就已经对你产生好感 产生爱意了 但他一直逃避哦 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安全去爱 怕自己会受伤 也因为可能没有经验的 不知怎么应对 所以给你感觉到 好像不够积极 不够爱你 但其实他是很爱你的 他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在他的身边 他好在乎你 跟你在一起呢 快乐来得特别容易哦 甚至更高的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 这么强的喜悦 幸福的感觉 所以为了把你留住 你要他怎么样都行哦 他知道他不够好 无法满足你的一些需求 但他会努力 他只需要你的爱 就可以变得完整了 你就是那么重要 他真的认为你们是天生一对 而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你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你的感受他都能够感应到 看这个彩虹牌卡 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有什么提醒呢 在宇宙整体的意志中 我感觉 我觉得安全 并知情 并知道情况如此 是为了全体的利益 可以望得远一点 望得大一点哦 全体的利益 而不是只是小小的 小情 小爱 任何我希望在伙伴 身上出现的特质 都可以在我的内心找到 与其要求别人 不如调整自己的内心哦 每天我都更爱我自己 每天都要更爱自己哦 爱自己多一点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新的开始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这张也对应了 这个主题牌卡哦 看是否能够 给彼此多一次机会呢 你要的答案 是早会有的 不用急 让自己进步起来 并且相信一切都会改变的 对方可能真的过去做错了 但他也许真的会改过自信哦 所以若还爱的对方 就不要彼此折磨了 看是否慢慢的 可以给他多一次机会 接着我们看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宝剑五牌卡哦 虽然道理在你身上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一直很强势地去跟对方争论 若为了赢而上了感情 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 就是 找到平衡哦 就照顾一下对方的感受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好运哦 一切如你所愿的 进展走向光明的未来 与对方未来变得闪闪发亮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